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表示 盛陶沙西洛索海滩和巴拉湾海滩的游污清理工作进入下一个阶段 重点是清理延低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Facebook贴文表示 今早同茂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一同到盛陶沙 视察游污清理工作 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丹荣海滩清理工作的焦点仍然是 清除油污沉积物和被油污浸透的沙子 部长也提到漏油事件导致人流量减少 但很庆幸海滩附近的业者表示生意有所回升 他们也对清理工作的进展是积极态度